今天跟大家第一次见面的许多人 就算大家记牢这个方向 所向披靡的治疗尿痕的手段 那么这个以这个 咱们的拔罐有直接的 咱们的五行有直接的联系 首先大家扎两个穴 断红穴 断红穴 在咱们手掌的二三掌骨之间的后分 大都 八斜当中大都 这个穴呢 在许多人的心目中 它是治什么呢 治疗妇女的崩漏现象 效果一绝 但是你们明白 为什么断红穴能治疗这种疾病呢 为什么呢 这是一个经脉脐穴 没有精 但是大家记住 这个穴 扎上去 血脂 一般的都是这样 咱们有个腺肌症 大家知道吗 腺肌症那简直不是一般的能流血的问题 还有一种崩漏 力拉的不断的 那么大家想一想 断红穴 他仅仅就管这一种崩漏吗 大家看 这是手背 五行当中 这是土 这是木 这是火 金 对 这种八卦的排列 那么大家看看断红穴在哪里 这 这也就是断红穴 为什么呢 它怎么就能产生断红的作用呢 我们扎针当中把道理要清楚了 你就会发现 哦 这个这个你一辈子都忘了 怎么去指 我们仅仅我告诉你 你不明白道理上任扎 有 但是到一定的时候 你忘掉 大家记住 断红穴 这叫什么 木生火 恰恰存在于木生火之间 火 是阳了 火生什么呀 火 对 提高了 皮土的能量 皮土能量一提高 本身质责就产生了 铜血 所以说 它就断红穴 它的时候 不仅仅是治疗妇科崩落 鼻出血 胃出血 吐血 变血 甚至于外生造成的血外流 都管制 皮土的铜血功能 得到全面的发展 那么在这儿 我们并没有一个 我出血 那为什么还要断红穴 这尿瓶啊 那么我们在这个问题上 让大家想一想 一匹煮运化 水液调节 我照样 是不是 不生火呀 不生火 火是不是还在生土啊 同样提高的是 皮土的 它自己本身的能量 起来 所以 断红穴 它治疗的是 尿皮 第一个选 断红穴 第二个选择 大家看一下 啊